这场比赛双方打的都是很卖力 23号安德烈斯不如一球 这样场上的比分变成了一平 比赛双方都排出了4-4-2的阵型 国安队由于卡西亚诺前不久的训练当中受伤 所以风险是由安德烈斯和南方来担当 泰安室内是由泰安德胡志军充当箭头人物 中场有蓬伟国罗伯特温俊武和吕建军 这场比赛他们信息很盛 没有出现被动挨打的局面 下面场应该说风势更大 给双方的船舰球跑动就带来了困难 泰安室内也有几次好的机会 可惜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场比赛他们在中场 恒伟国的调度下呢 打的是有条不紊 短船渗透也是有声有色 全国足球甲银联赛呢 到现在已经进入到收关阶段 而广东红远队 下半场的66分钟和70分钟 狂动车两次不能得飞 这场比赛由于天空三星的获得了三飞 是宝鸡的前景 看好 在下半场比赛里边 他们以流程的配合 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在这场比赛之后 人民熬冬位的几分26分 永远是处在第四队 但是天津三星队的名次 往前提了 目前是处在第九 集二十分 除了天津三星队同级二十分 还有广东三星队 在他们之后呢 还有两个球队 是八一队和广东宏远队 这边之后 除了大连万达队少散一场 已经稳活冠军 对不起